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哈登交易的肥皂剧一直在上演,不知道怎么了,哈登突然不想为篮网队打球了 过去几场,哈登都缺席了比赛 有趣的是,杜兰特还点赞了哈登想要离队的动态,看起来他们两人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好 北京时间2月11日,凌晨2点20左右,二换五交易达成了 很多球迷纷纷感慨,一觉醒来,哈登就联手NB得了,组成联盟最强的内外线组合 据NBA记者报道,篮网和费成已经达成关于哈登、西蒙斯互换的交易 这是21-22赛季至今,最重磅的交易 毫无疑问,NBA格局也改变,东部多了两支超级强队,篮网和费成双赢 篮网队这次妥协了,如果抢留哈登,在休赛期,哈登可以以自由身签约费成 而现在出手,还能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筹码 据悉,篮网队一直希望得到费成的马克西和赛布尔等潜力球星 但费成却不肯,态度很强硬 最终,随着交易截止日时间临近,篮网队没有办法,只能剖鞋 费成76人,送出本西蒙斯、安德烈格拉蒙德、塞斯库里 两个手轮签,格道詹姆斯哈登 篮网另外还放进了保罗米尔萨普的合同 这是1比2换5的超级大交易 篮网队不愧,西蒙斯是全明星球员 小库里是顶级射手,还有两个手轮签 装神可以代替阿德达首发 篮网队依旧很强大,甚至有很大机会夺冠 如果哈登离队后,篮网在2022年登顶,那就太搞笑了 在此之前,哈登就不想要为篮网队打球了 他已经连续缺席多场比赛 不过,主教练那时却一直表态 篮网队不会交易哈登 大胡子本赛季会继续为篮网打球 如今,那时也被打脸了 看起来篮网队真的没有信心在休赛期留住哈登 所以,果断选择交易 如此一来,篮网队的核心阵容出如 杜兰特、欧文、西蒙斯、小库里、德拉蒙德 足以冲击总冠军了 而非诚也组建了哈登、恩里德、马克西、塞布尔、哈里斯的核心阵容 分庭抗力,同样非常强大 不得不说,哈登离开篮网后 东部反而多了两个超级强队 实在太可怕了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自从哈登加盟篮网队之后 三巨头一起只打了16场比赛 赢得了一个系列赛 也就是说,当初篮网队交易哈登 完全失败了 没有取得任何成绩 而对于篮网队和费城谁赚了 谁赔了 名嘴帕金斯认为费城实力大增 他直言 费城拥有了联盟最好的二人组 估计哈登和西蒙斯现在都很开心 终于离队了 那么,两人谁先夺冠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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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